其实除了Roger Rogers之外 世上很多的地方 绝大部分使用养分疗法的人 都受到极端的对待 到底为什么这么有果效 这么少副作用的医疗方法 会被压抑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指控 委旁和禁制呢 问题是 他们所就读的医学院 不会教导这方面的治疗方法 如果你看一下 为什么这些学校 不去教这个治疗方法的时候 在我们美国这里 是有食物及药物管理局 在美国国会作见证 而在医学院里面的科目 并不是建基于市民的需要 也不是建基于医生所需要 事实上那些科目是取决在市场推销部门 以及整个西药界的推销院 而一切都是为了西药工业界 所以西药工业界他们宣称唯一只有西药能够医治疗疾病 他们所资助的所有医学院 去制定他们医学院的方针和课程 所以没有其他治疗方法能够和西药治疗来的竞争 也导致其他疗法永远不能够触及医生 治疗师、护士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思想 更加以保护公众健康利益为藉口 藉着更便宜的器材去处理 更有效率地去处理 而加上效果是更加戏劇性的 所以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批评 去评击以其他形式去补充体内养分的用法 那些作出批评的人都是不明白的人 或者那些因此而受到威胁的人 这些人所用的治疗方法 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果效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废除其他方法 请相信我 这些事会发生在医药行业当中 在悠久的历史里面 一直都有剧烈的斗争 发生在不同的医学理论的观点上 这些人因为其他人进行体内补充养分而愤怒 就有些人他们向市民讲大话说 这些很恐怖是很可怕的 这些人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兴趣 去售卖某类型的化学药品去医治疾病 而从中取得很大的利益 他们并不供应某形式上的自然性养分 那些只是你需要的 最受到很多年前 我相信最主要的问题 而导致否定伤水成为主流药物的其中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伤水它简单呢 而且很便宜呢 你更加不可以拿到专利 没有医药公司会对它产生兴趣 而事实上它只会继续保留 它的角色是补充性药物的位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期的西药 早期是由草药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西医的药物的基础 是建筑在鸦片开始的 叫阿克萝那些药开始的 慢慢地慢慢地 它就用所谓实验室的提炼方法 始终如果它能够无中生有做一些药物出来 这种药物是它发明的 它就可以用砖来的 如果你是一种采用自然界 已经现时已经存在的药物 你基本上是拿不到专利的 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背后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推广这一样东西 因为并不是由赚大钱的药物去推广这些东西 是会十分困难地完成 有良好监管的方式研究报告 如果没有任何经济支持 我都看到就是 其实完全都是政治的问题 哪样药物可以用哪样也不能用 哪样的疗法是被人批准用 完全都是政治的问题 是大家为了本身的利益 举个例子 在我们国家的政客里面 如果你查回他们的赞助益 很多时候在政客的政治竞选活动当中 那些参选的人士 在参议院或者在国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当中 作为赞助的人士 在前三年的位置 我指到一个竞选活动里面前三年的赞助者 都是某科目里面的医生 某些出自药物公司的人士 或者某些医药方面有成就的人士 如果你在这方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形容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政客 一切都是由药物公司所支付的 而这个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工业 他们想维持他们原来的面目 他们不想见到养分治疗的出现 因为养分治疗是很便宜 它是一种由主要制药厂所推广的新药 它就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普及性的药物 因为药物的应用 差不多 全部都是控制在 一些先进国家的制药厂的手中 而不是由医生决定 并不是由研究员决定 而是由制药厂所把持 伤氧水太便宜了 如果我用伤氧水治疗我的病 一日只需要一毫子港币都不用 可能十几二十天 我治好了很多的病 那医生就没得搅拌 讲得逐一点 他们就很受不了 他们当然要用一些很贵的东西 是他才会用的东西 和你去治疗 所以如果我是西医 为了我自己将来还有饭吃 我死都说不肯承认伤氧水有疗效 说回来 现在正统的医学界 不肯承认伤氧水真的有疗效 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没有足够的病例 和所谓controlled experiment 即是有对照的实验 去清楚证明到 伤氧水是有疗效 为什么没有呢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肯做 刚才我说的因为太便宜了 因为对主流医学界很不利 一些这么便宜的东西 这么容易治得好 不用靠医生 那他当然不肯承认了 没有什么机构公司团体 政府肯大规模地去做 你都不让医院人做 你都不让病人做 当然做不到出来 正因为这种类型的事情 我们要开始去思想 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分界线 那些享有强大的经济理的人士 为了要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意如常 而任由每一个人遭受痛苦 但在另一边 基本上我们可以尝试看自己 成为一个争取自由的战士 就是说如果我有需要的时候 我有权在我体内增加一些 武汇的物质 而我知道这些会使得我健康 或者我能够在这一点上做一个结论 经过十年在这方面的研審 我上了真实的一課 就是养分疗法的确有效 因此研身下来作为一个个体 是决定授权给自己 去接管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现今近代医学当中 他的情况就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健康管理 和保健权 去交给某某医学的专业人士 大规模医院或者收集团的医生 让他们去照顾我们的身体 我们应该是那位负上更大的责任 去决定哪种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或者采用哪种治疗方法 去面对我们所拥有的疾病 和健康的问题 在这段沉返我们自己健康的过程当中 它使用我们再一次对自己的健康负上责任 正如我们自己的决定是否去吃烟或者喝酒 或者吃大量的加工糖 或者采用某些东西 例如养分治疗 我想这个或者唯一条铰匙会使我们活得更好 但是我现在所提出的就是 人类的生命相比生意更加重要 我认为排除人类所遭受的痛苦 相比一般的做生意更加重要 这些行政人员 这些的传媒冒犯 和一切在高等阶层的人士 他们不明白当他们的抨击养分治疗 当他们窮追猛打的时候 和当他们拘捕某些人入狱的时候 或者在报章和电视上刊登 一些对养分治疗 完全负面的文章和报导的时候 而他们所做的 正是逼使本地的市民 走入不生的疾病和痛苦的里面 而其实这些在今天是可以消除的 他们所做的 正使得他们的家人蒙受痛苦 因为每一个人都病 他们越是持续将这个养分疗分压抑 你们就会愈发 有更加多人深受痛苦和死亡 而这些是本来不需要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